今天时间话题台中一间专门供应纸餐盒给鼎泰峰华航 还有三妈臭臭锅等等国内上百家餐饮业的印刷厂 皇冠特殊印刷公司遭到离职的员工爆料 纸容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沾染到油污 主管竟然要员工拿有毒溶剂甲本来擦拭去污 毒物科专家指出甲本进入人体会伤害肝肾和脑神经 最严重还有可能会致死 印刷厂生产线不停运转 纸盒 纸碗 纯形堆叠装带 最佳位在台中太平区的皇冠特殊印刷公司 经常纸容器超过3.6亿个市占率国内第四大 但有离职员工爆料 纸盒沾到油墨 员工就拿有毒溶剂甲本来擦拭去污 全部丢掉 我们公司东西丢得很勤 好吧 你们可以明天再来看 没关系 我们可以丢一批 我们是说你们来 我们都是全部都是做不好的 全部都丢了 离职员工爆料 因为印刷机老旧 纸容器内源常沾染油墨 公司却要求员工拿甲本擦干净 几乎每个员工身旁都放有一罐写有甲本的宝特瓶 但业者严正否认 造成社会疑虑 业者公开举功道歉 产品 我跟你讲 这是印刷机必备的洗肘工具一定要的部分 甲本只用在清洁机器外表 还有一些比较难处理的油墨 干掉油墨 会拿来用在那个餐盒上面吗 应该是不会的 王冠印刷厂供应的餐盒下油 包括知名鼎台风 华航纸杯 还有早餐店 番茄村 甲上宝等业者 读物科专家指出 甲本主要是做有机容器用 味道刺皮清澄无色 稀食会产生恶心晕眩 严重还会造成肝肾衰竭致死 你吃了东西以后就会 活龙会不舒服 甚至咳 会造成脸膜脱落 造成上肠味道出血 那吸收之后呢 会造成肝肾方面的一个损伤 业者强调 专品已经送往检验 将会全面回收 卫生局也获报前往稽查 同时带回脂容器进行化验 新航亚特电视综合报导